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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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過了一個這麼大的海難 其實不其然我們全香港市民都會很關心 很想去關心那些死難者家屬 或者是一些曾經遇到直接遇到海難的乘客 但是我們身邊的人我們要留意一些事項 第一 我們盡量將我們的說話的關心化成一些文字 比如可以寫一些卡或者寫一封信去寄給當事人 為什麼呢 因為如果單是用說話去關心的話 當事人會造成另一種的創傷 為什麼呢 他們會感覺到很大的壓力 每逢受過災難的一些市民 他們現在在頭四至六個星期裏面 他們最重要的是休息 還有需要有多些空間給他們 是自己去沉澱一下自己的思緒 有一半的受災者在災難發生之後 他們有一個心理的狀況 就是不肯承認這一個是曾經發生過的 他否認自己和自己說沒有發生過 他也不肯 也不想去面對這個事實 但是這個同時如果身邊的人 是不斷地去斟酌問候他的話 對於他來說是非常之困擾的 所以我們站在旁邊的好友、親戚 我呼籲你們可以暫時給他們多些空間 除非他主動找你去傾談 如果主動找到他去傾談的話 你一定要陪伴他 還有要聽他說 受災者和聆聽者之間的說話比例 最好就是一比九 就是說我們要給九成的時間 是給對方說他裏面的心事和感受 一成我們自己是負責問問題 而最重要的是要陪伴他和表示支持 設計說一些說話去教導他 或者去質疑他 還有在這個階段 其實對方會有很多不理性的說話 或者不理性的行為 不理性的行為和說話 或者是哭其實是非常之好的 讓他能夠將裡面一些敏亂的情緒 一些壓力能夠釋放出來 但是我們有一個指引 就是一定不可以傷害自己和傷害別人的 這個是一個框框 所以如果你發現對方 有一些行為是很異常 很不合理的都好 只要他不是傷害自己和別人的話 我們就容讓他去做那些事情 讓他有一些空間去發洩出來 作為一些直接受害者身邊的朋友和親人 我們說話的時候 或者寫文字的時候 要留意一些事項 例如 原來我們每一個人 人類的大腦裡面 其實是聽不到不這個信息的 例如你可以回想一下小孩的時候 你想你的小孩不要吃糖 你不要吃那麼多糖 那他會有什麼反應呢 他會寫得更加多的 他們叫他不要跑 也一樣的結果就是跑得更多的 所以我們寫的文字裡面 要寫一些積極正面的東西 例如叫他多點休息 或者是我們支持你的 又或者是如果有時間找我 這些說話都是非常鼓勵性的 大家可以試一下的 此外我想提一提 有些市民看完電視機之後 覺得自己心裏面是很不開心 為了這件事 亦都發惡夢的 這一種如果連續七天 是有這個情況的話 可能你已經患上了 一個叫間接性的創傷壓力症 但是都不要緊的 因為我們社會裏面有不同的 包括我們有熱線電話 有其他的社工、輔導員 都可以幫你解決到 你這個情緒的問題 最重要的是 當你留意到自己 情緒有影響的 是連續七天都睡不到 或者有些幻聽幻覺發生的時候 你自己需要伸出你的手 去被其他人去抓你一把 如果你對今次的 南亞島海難感到不安 可以致電災後心理輔導熱線 5181-5501 或者人生熱線 8100-8012